來吧 高仁 別開口 這次的結婚真的很棄手 搞定了車子就冷面 我沒飯開, 要不你請嗎? 不是, 先坐下…看看照片 坐下…看看吧 你幫她的美女照片吧 先看看, 這間店連續幾次 被人臨紅油, 又丟垃圾 你看, 鐵閘也丟掉了 小朋友貪過癮而已 貪過癮, 怎麼會是摺二連三 我查過垃圾在街上垃圾站撿回來 而油漆是附近裝修用證的 所有東西都是就地取材 就是熟人做的, 是嗎? 老闆沒有被勒索, 也沒有陀地搞事 那去報仇吧 沒有仇家, 沒有欠人錢 這件事完全不涉及桃色糾紛 或者傷人暴力 破壞是一種發洩的行為 行兇者想報復, 但未止去到用武力 所以透過死物來宣洩 但是, 私人恩怨 同意 那你心目中有多少個疑犯? 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 老闆娘 太太, 一定被我老公罵死 其實她兩隻手都有紅印 不過我抓到我三對長一長力遮住她 我懷疑她被老公虐待 第二個疑犯, 火記娘 這麼鬼鬼, 你叫我女朋友怎樣吃? 我不會過份 我都說了要笑冰我, 你是不是龍妹姐? 對不起, 老闆娘, 快點 忍得多就火山爆發了 第三個疑犯, 肥沉 老公 老闆, 我剛才這麼害怕, 份量少了 你上個月拿了兩天假, 扣了錢 怎麼搞的?也不用一千元 請太公不用錢嗎? 這麼多天我嫂子? 當然 你怎麼算的? 怎麼輪到你說話? 不過頭尊額窄, 沒來貴格 看死你這輩子也沒法發展 有人說一句吧, 做事吧…去吧 做就做吧, 別怕你透露 老闆尖酸剋, 伙計報仇也不奇怪 所以我三個都有謠言 三選一, 第一個要貼走 原來皮膚敏感 真是嗎? 你也很精靈, 看頭眼睛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性格障礙嗎? 性格障礙? 凡是思想、行為缺乏彈性 社會不能接納他 導致他情緒上受到困擾 再加上隱瞞是社會生活能力 就叫做性格障礙 很多人, 他的性格 如果過分偏激、孤僻 甚至是反社會 行為激烈的都是性格出現問題 就像上次戒屁股那些年輕人 就是有反社會人格障礙 我舉個例子 有些人面對憤怒的情緒 還要炮仗頸 馬上炒蝦、拆蟹 罵你早中十八代, 又掃書無靈 但有些人罵發思完之後 就會沒事, 不會記仇 就像胖子一樣 但另一種人永遠不會發怒 還是隱讓 這樣不代表他心胸廣闊 可能只在抑壓 怎料他是不是抑壓? 看行為 如果老闆罵你, 你不打嘴 是因為怕炒魷魚 但回到家裡, 你又踢狗 甚至打老婆 看來你好像有答案 你看看香爐 還有看我的鐵閘 跟我來 經濟不好, 賺錢很難 還要騙一個臭老闆 這個老闆連自己老婆也罵 你怎麼做呢? 你跟我幫伙計吧 吐氣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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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真是鞋子很善 你們說什麼? 明白了 警察, 我懷疑你刑事毀壞 在這間店裡淋紅油和丟垃圾 麻煩你跟我回去協助調查